中国说唱节目在最新一集 特别邀请了邓紫棋 来担任赛事评论员 先前担任过说唱节目两届导师的他 对raper的套路都相当熟悉 表演也直接乍翻全场 而在普通情歌竞赛环节中 选手爱热在演唱过程中 三度走向舞台后方 而且唱到快结束时 穿着白婚纱的老婆 就突然冲上台抱着他 老婆将手上的捧花丢向后头 活生生在舞台上 演出浪漫结婚场景 让现场充满许多粉红泡泡 邓紫棋看完表演也哀怨表示 为什么都没有男生写歌给他 从小到大都是他写给别人 他看了表演就在想 为什么都没有人为他营造这样的舞台 为他写这样的歌 跟开玩笑表示 自己非常羡慕自不恨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